在古典壁画前打卡拍照,穿着汉服行走在亭台水泄间,在幽静的陶艺馆内体验捏泥造物的乐趣。 在湖南省楼底市山山镇集合村,一座文化园静卧在田野间,由95后女大学生谢迎谦一手设计。 谢迎谦告诉记者,母亲从事汉服文化传承工作十余年,受其影响,她从小就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。 2022年,谢迎谦从浙江沥水学院陶瓷艺术设计专业毕业,当大多数同学选择留在浙江时,她却选择返乡创业,一头扎进了用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事业中。 返乡后,谢迎谦接手文化园的景观设计,临摹绘制东黄壁画等,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园区的每个角落,并租下村里空置的老房子加以修缮,打造成逃逸体验馆。 谢迎谦说,农村生活虽不如城市压力大,但创业的艰辛旁人无法体会,不仅要能吃苦,耐得住寂寞,还要接受他人不理解的声音。 抱着用文旅产业造福家乡的念头,谢迎谦一直坚持到现在。 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的家乡建设起来,这个可能是在城市感受不到的一种生活,我也觉得自己也乐在其中吧,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,跟我一起把这里也打造成属于我们自己的乌托邦。 谢迎谦称,在他回来后不久,村里一名在外务工的青年受到他的带动, 也跟着回到家乡,帮助打理园内的农业项目,这让谢迎谦备受鼓舞。 他说,年轻人有新的想法和实践的勇气,相信可以让农村焕发新的活力。 除了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返乡,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儿童也让谢迎谦记挂。 2019年,谢迎谦与母亲开办了生产车间,招收村里的留守妇女、残疾人做汉服和手工艺品, 让他们有自力更生的手艺和平台。 每年寒暑假,谢迎谦还会在村里开设公益美术和书法课, 让农村的孩子了解传统文化,接受美的教育。 像房地水教育也是我们公益组织的,然后在寒假期间,我们也公益组织一些捐赠衣物给留守儿童们, 然后因为我会写书法嘛,我也会和一些其他的一些书法家,我们会做一些写书法,然后送春年入乡的一些活动。 谢迎谦介绍,陶艺馆正式建成后,他在礼屋增设了咖啡店,让游客在田野间也能喝到咖啡。 除此之外,屋内墙皮掉落的墙面也是谢迎谦的特别设计。 用他的话说,农村老屋独具韵味,更能吸引来自城市的游客。 城市里的人很少会建到这种房子,他们每次来这里都会有一种像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, 所以会对这边有特别的一种情怀在这里面,然后我也是想还原这种保留这种情怀吧。